下面将出战的是 坦克 邱剑良 子弹 古拉兵 战警谢雷 泰拳小侯爷 邓泽奇 金铜 江通猜 炸药 杨卓 武僧 伊龙 伊朗妖刀 伊萨 魏锐 泰拳天王 帕昆 中华英雄 王洪祥 欧洲最强武器 乔治 帕托西奥 死神方便 WLF 武林峰全球功夫盛典 精彩继续 好的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金星原浆啤酒 冠名的WLF2016 武林峰全球功夫盛典 金星好啤酒原装新味道 分享忘不掉 金星啤酒招用电话 410-111-9299 本节目由克里主业大力支持 同时我们感谢陕西新奇资产 管理资讯有限公司 对本子活动全程支持 而且这个活动我们得到了很多媒体的全程支持和帮助 在这里我们感谢 腾讯视频 凤凰视频 网易娱乐 优酷土豆 爱奇艺 风情网 乐视网 PPTV 想想想看看腾讯新闻客户端 网易新闻客户端 百度娱乐的大力支持 本子活动 话题讨论 只在武林峰 百度贴吧 同时在我们今天比赛一开始 我们全国的电视观众所看到的裸眼3D技术 是由武林峰 携手 顶级互动视觉制造商 广东志愿 天上传媒 为您精彩呈现 我们上以上的所有的企业 事业单位 还有个人的支持和帮助 表示衷心的感谢 多谢大家 谢谢 那么在今天晚上五个多小时的直播当中 那么WRF男子67公斤及八人战 也就是世界公务之王的争夺战 将贯穿全场 我们将首先进行的是第一轮八进四的比赛 第一轮第一场比赛 我们有请本场比赛蓝方WBC 澳大利亚冠军 恶同纳森罗宾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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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才知道 你自己輕鬆 出發中 你會不會 到處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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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轮比赛 三轮比赛 八位勇士的战斗 五位冠军亚战 五位冠军亚战 三轮比赛 八位勇士的战斗 五位冠军亚战 五位冠军亚战 三轮比赛 中国自由国际的一个女唱 台下航空下出现了 比赛军亚战 红方向 人生是奇妙的 从默默无闻到声明确起 我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有人说我是国际界的奇才 也有人说我是现在发生的奇迹 其实成功并不是荣誉的堆积 而是热爱到极致的回报 2015年对我来说 是难忘的一年 而现在一个更大的挑战 将成为我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是邱建良 我为世界功夫之王而战 有请邱建良 你还想得到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我们去捕捉 我们去看 我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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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白色的角色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這個人是WLF65kg冠軍 這裡是 TheTan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场比赛的红方曾获得全国泰拳锦标赛冠军 WRF洲际接腰带拥有者 两条泰国S1世界级接腰带 2015年11月7号 TKO了世界中国排名第一的磨砂部 他就是唐克秋剑亮 场上参考员陈磊比赛现在开始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WRF2016武林峰全球功夫胜典的比赛的现场 我们现在是在上海上海旅馆为大家来直播 今天这一场赛事的盛况 非常兴兴担任本场比赛的评论员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今天和我一起搭档的依然是两位重量级的嘉宾 今天是王延博老师以及蔡志贤老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延博 今天有幸为大家点评今天的比赛 大家好我是蔡志贤 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也是今天晚上的开场大戏 六十几公斤的八十赛 邱建良可以说是秉承了太多人的期望 也秉承了中国国际的命脉所在 下表大东翔出战的邱建良呢 如果在第一场比赛能打出一个不错的成绩 将会给我们后面的比赛 带来更多不错更多兴奋的机器 好身为反架选手的罗宾森 他有绝对的支公权 因为他的身高高的邱建良将近十公分 那他的一个后脚高扫跳踢飞系 以及小超人权朝朝致命 好觉得良的一个时间长打了一个低扫 但是意义其实不大 罗宾逊让观众了解 可能就是在澳大利亚战里 陆建坡 踢当大赛 他踢了好几次陆建坡的当啊 没错 在当时也是战胜了吉祥安奈 吉祥安奈对吧 要泰拳和踢拳的双修啊 这位选手漂亮 漂亮 周杰良时间掌握得非常好 周杰良把握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扎着对方的枕 这个勾踢直接给了对方 哇 这很厉害 其实在开场时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纳森罗宾逊一直战着自己身高 一个臂长这个缘故啊 一直在这个侵略性的进攻 但是刚才我觉得周杰良那一下抓得非常的准 实际上周杰良并不是第一次打 比自己身材高的选手 所以面对对方呢 周杰良我们看到 整个的身体语言还是比较放松 这样的话 我们对周杰良可能会打出更好的标准 和更好的水平呢 是有一个基础了 因为罗宾宾森 虽然占了身高臂长的优势 但是他不是力量型的选手 诶没错 所以这个他的动拳的牙齿 咬不动我们的坦克 所以坦克都直接压过去了 21战17胜只有6次KO 所以这个选手的中击能力 其实是比较一般的一位选手 不过14岁开始训练 18岁进入职业拳台 这样的选手 WBC的澳洲冠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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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听到现场观众热情非常的高 大家就在一致的在喊邱建良加油 就是我们也能希望在今天能够邱建良有更好的表现 但是其实刚从二位介绍我们看两个人在风格上在身材上 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比赛选手的方式 相对来说罗宾逊的这个发力更流畅 邱建良相对整个的身体语言这个整个更放松 这样的话对于邱建良来说打时间长了以后 对体能的分配还会有更好的一个方向 这样在第一回合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给我的感觉是邱建良很放松 我很喜欢这样的狂 跟他太老实了 他胸有群组打得非常的稳 稳健中啊还带着一些火力的发挥 看满镜头的挥放啊 直接下抛拳 快点找到漏洞 邱建良的典型式的把头压低的这种片局的扫踢 是 哎呀 筋骨扫到了太阳队 You are my hero 天哪都上你的雷派快快快 不如风云再欺骗你你最好买 我们一起为你合作 You are my hero 前面还有多多多 好 现在呢邱建良和罗宾逊将会进行第二回合的较量 根据我们以往对邱建良的认识 第二回合邱建良会拿出一个有别于第一回合的一种战斗状态 漂亮 而且邱建良他为什么会进步这么快 因为他在太语或英语方面都非常地流利 所以他没有错过跟任何世界各地高手交流的机会 不只在擂台上交流 在擂台下也是这样一直在做技术的交流 没错 而且今天的这个比赛应该说绝对的足够精彩 不仅是在后面啊延续的多场比赛 今天王文博和蔡实验两位老师应该也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在稍后的时间会一点一点来给大家一一爆出来啊 像罗宾逊这位选手在1米83的身高在67公斤里边啊 已经算是一个巅峰性的身高了 那这样的话对于邱建良如果要打不进去 这个电队后面组合拳 像电子游戏一样的这种拳法的迎接啊 真的非常赏心悦目 你希望这个邱建良啊应该能够杀入今天的决赛 我们看看邱建良的那个前手上钩的时候 他的对手这个罗宾逊刚才的一个顶膝让邱建良不得不后撤 是的 说明这一下袭击的这个力量还是有了 好走 好单打 但是现在这次动能拳顶得下来 嗯 哦 现在拳 哦 这拳 哦 这拳非常重 双方在换拳的时候邱建良只要不往后退 嗯 哇 这个邱建良的拳啊 这就是完美的演绎了这个坦克这个这样一个出发 甘打的后直 弱点的变化 小梁漂亮了 再进去 第一位的甘打 前手停工 扫踢 啊 吐舌头 好 放 抓住了 扫踢 放 这样一场正反架相攻呢邱建良有自己的这个后腿的诱骗性 嗯 呃 后腿的扫踢一般来说选手会把这个头部呢在正直的方向或者斜直的方向 而邱建良一般会把头直接扎下去 这样的话会给对方一个我要低位摇闪的一个错觉 哦 相对臂战来说邱建良还是吃亏的 是 嗯 因为毕竟呢这个文静选有着一米呃有1米83的身高 而邱建良的是1米77的身高 这样的话邱建良是一个非常善于找距离的选手嗯只要找到自己适合的距离对于对方来说这就太近了 是 但是其实刚才我们看到邱建良在整个的技术和运营当中还是非常合适的 我看 我看 之前有问过这个罗宾森 嗯 但是实际上都说错了 邱建良不只是中国顶尖的选手在世界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手 我们来看慢镜头的回放 转身的后来 非常漂亮 这个转身后摆接同侧的摆拳 这个是很难的对柔人性来说 非常需要高的协调性 哎 You are my hero tonight 歌唱你的泪太快快快 狐狸风云在欣骗你最好满 我们一起为你合作 You are my hero to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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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 67公斤级的这场比赛 邱建良对是纳森罗宾逊逊的第三回合的较量 我来到我今天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朋友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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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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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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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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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赞 订阅 订阅 人赞 订阅 订阅 这场比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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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